欸 哇你超神准 居然知道我要做這個動作 台北股市今天是開低走高 小跌了53點 不過你仔細去看一下信息 有864家公司都在下跌 大約是1 2的股票都是綠色的 特別是前一波我們說要搶吃00940豆腐 現在變豆花的 投資朋友都快要變成保齡茶室了 哇老師 不要亂講 有沒有米香菌酸 不要亂講我現在在外面吃東西 我很害怕這是外面買的耶 真的其實有點害怕 不過就像台北股市一樣 你什麼時候有危機其實都不知道 但是遇到危機的時候做什麼樣的動作 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欸與其你去看 這個0093900940的買盤 不知道什麼時候發酵 不如來看看基底老師 帶你掌握了哪些股票 比如說我們的蓋牌股雅翔 今天又在一根漲停 已經連續兩根漲停囉 還有我們的上營 連標兩根漲停之後 今天又創新高 另外最近的重電股不是跌的 我們隱藏版的 我們是隱藏版的 對我們的重電股 雖然在牌面上頭跌的稀哩花啦 但是我們的蓋牌隱藏版 也不受影響 今天繼續往上又創新高了 老師啊到底現在的保齡茶 不是現在的 保齡你很擔心喔 我覺得你一直心心念念的 覺得哇在外面吃東西 會怎樣 畢竟你都是老外 沒有因為你知道嗎 保齡茶它是素食 那我覺得我最近最孽深重 所以我的股票都不漲 那我就想說 豆花算不算那個素食啊 是 所以我想說不要吃素 結果出這個事情 那到底現在的豆腐 還有沒有 尤其四月份還有好多檔 聽說還有四檔 這個高股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 人多的地方啊 不要去啊 路邊的名牌你不要亂聽啊 因為現在其實我認為 大家很擔心說00940 會不會上市4月1號餘人節以後 一上市破發 我告訴大家 巴菲特跟我們講過一句話 別人恐懼我貪婪 我認為現在大家聽到豆腐 聽到00940的存分股 都嚇到要死啊 我覺得說不定 反而是一個進場的好機會哦 另外520快要到了 今天幫大家整理了520 政策做豆腐 就是信賴產業五大題材 到底有哪些 今天節目跟你分享 不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的買點都是標準 我是何基鼎 超過20名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操盤手 還沒沒學到 還有我是德瑜 在我身邊呢 是我們的百萬贏家導師 何敬禮老師 大家好我是GD老師 老師好 老師今天節目一開始呢 我要先向你表達我的敬意 為什麼 千層蛋糕 千層蛋糕 對千層蛋糕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甜點 因為我要恭喜老師 我們這個月又纏聯千萬名師 真的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的支持 而且我們續月率差很高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 83%吧 還是更高 現在是92% 為什麼我們續月率那麼高 大家想看 每次賠錢會一直續嗎 不會啊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有賺到錢 然後希望繼續跟著老師賺更多 那麼成為了百萬贏家 我們要更往上 就像這個千層蛋糕一樣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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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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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變成我們的千萬贏家 因為我在看這個字 字哪一家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叫做生活在他方 我看電腦 因為每天都在看螢幕一直看一盤 然後我看到我現在都 那個老花真的越來越嚴重 這個叫做生活在他方 我這樣看看不到 嗯 要這樣子看了 這個要生活在他方 然後這個是 呃 被我看一下這個叫做 被 被遺忘的AI 沒有 這個叫被茶無花果千層蛋糕 我還以為是芭樂 沒有 被茶無花果千層蛋糕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上網查一下 好吃嗎 好吃 好吃齁 我有上網去查 就是台北市好吃的千層蛋糕 當然啦 恭喜老師成為千萬贏家 那麼千萬名師 那麼也希望我們的這個 呃百萬贏家越來越多 我們的千萬贏家也能夠越來越多 但重點是現在的行情好震盪 你看像今天大盤喔 開低走高 感覺起來小跌了53點 那問題是一半以上的 八百六十四家 一半以上的這個 台股大概一千六一千七百家公司 八百六十四家 八百六十四家 超快一半了 對 大家很擔心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現在 你會發現現在高檔波動這麼大 嗯 你覺得兩萬點是不是高點 是啊 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耶 你覺得是每一個人都是我 我在問螢幕機前面的啦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都是兩萬點都是高點 那兩萬點你會進場買股票 我認為所有的投資人都會特別注意風險 對 你進場之後假設只要 稍微有一個呼吹掃動 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利空 先撤 先撤再說 先出再拖 有賺錢的趕快先出 沒有賺錢的也趕快頂損 因為你擔心 先走賠得少 對 你很擔心說哇 萬一跌破兩萬會不會直直落 對啊 一落千丈落到哪裡大家不知道 但你會發現 最近他都很穩的撐在高檔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說加權股價指數 如果你單純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確實有沒有 KT指標黃金交叉之後 怎麼一直上不去上不去 但是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維持在我跟大家講的 兩萬零一百點之上 對 高檔震盪 有測了一次兩萬就在前天 測了一次兩萬立刻拉回來 他現在是橫盤走 那你再去看一下國際股市後 我一直跟大家講國際股市 因為其實台灣跟國際股市連動性很大 因為台灣是世界一家的其中一個分子嘛 所以你會發現全球股市都在漲的話 台股通常也不會缺席的 好 所以全球股市都在漲的話 台股他不會獨自走空 你不要擔心 那你會發現波動他會越來越小 前天的波動是最大 對 再來你看這幾天下跌之後就拉起來 這幾天如果說再把這個 籌碼再清洗一下 我認為震盪之後 再創新高的機率會比較大 只是現在面臨到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星期五 美國要公佈PCE 大家會比較擔心 通膨觀察指標 還有下個星期 台灣獨有的連價 很多人會擔心說 我在放假的時候 會不會國際股市突然崩掉 那你放假放的就 就覺得 所以每一次連價錢都會有比較重的賣壓 其實還有一個賣壓 還有一個賣壓 這在哪裡 大家可能還沒想到 5月份要繳稅 也許我們沒有 也許很多人沒有感覺 我們也許都沒有感覺 但是對大戶來講 對 他繳稅他是沒有錢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是沒有 你不要覺得他賺很多 有的時候他賺很多 假設他賺1000萬 他花了1000萬 我問大家 你賺1000萬的人他的稅率是多少 20%嗎 40%啦 40%喔 假設你扣扣你 你超過1000萬你就是40% 40%你要繳400萬的稅 哇你這時候 你都把錢花光光 你要怎麼繳稅 那賣股票 那就只能賣股票啊 好所以5月份 就是那時候會繳稅的一個旺季 那有些人會覺得 阿季要 放假了 我可能又要繳稅了 逢高點趕快把他賣一賣 但是你看他怎麼賣都賣不下去 就代表說台股他非常的強勢 而且最近 ETF的買盤 雖然說大家覺得好像沒有耶 而且老師 昨天 大家開心了 因為00940幾乎他的前十大成分股都漲 對 可是談了昨天那麼一天之後 今天就有一點 瞄瞄 我們還是討論一下大家最關心的00940 畢竟你也是 哈哈哈 我要先謝謝我們的粉絲 他會安慰我耶 但是我還是要再強調一下 我認為他的觀念是對的 但是在2萬點之上呢 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一下 對 對啊 因為畢竟他不是 你不是在1萬2千點 你不是在8千點 你不是在3千點 3千點太豁爛了 現在要到3千點太誇張了 不行啦 到3千點的話 可能要跳樓跳成一片 我現在是在歷史高點 真的是歷史的高點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2萬點之上 所以歷史的高點 你更要注意我們的節目 隨時有狀況的話 欸指數長不太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先獲利了結 一趟也是不錯的 或者是你覺得每次看到 老師的盤後解盤都已經收盤了 那沒關係 如果在盤中有任何的狀況 先加老師的Light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有問題直接利用這個 免費的Light 就是老師免費的粉絲團 直接敲老師 那老師有任何的訊息 任何要提醒大家的 也會透過Light的粉絲團 直接跟大家分享 對我覺得你要 買ETF然後都不要看 就買下去以後 你都不要看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當你看到新聞上面有寫 融資追繳的斷頭令 萬劍齊發 那個時候 你經常買股票 你經常買ETF 我認為你就可以擺個半年一年 兩年可能都不用看 老師我問題 請教一下 目前有可能出現 因為上一次我看到融資追繳 斷頭令萬劍齊發的時候 是那個時候航情很不好的時候 就是航情很不好的時候 你別下來買啊 那所以現在基本上 不太會出現這種狀況 現在不會啊 我只說現在不會 那我不是說 我剛剛講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大家都覺得高 那你覺得相對的高點 他 歷史的新高他確實 你不能說受限他說他就是在2萬 他還會再上去 但是你以長期來看 你擺了半年 你擺了一年 你認為他不會從歷史的高點回落嗎 會啊 會啊 所以我剛才說 你還是要注意 常常看我們的節目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你要把ETF當成長期投資 或者你去買金融股 你覺得要長期投資 你買了以後都不要看 我認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融資追繳令什麼 萬劍齊發那種新聞 那種非常可怕或國安基金進場 那個時候你進場買 我覺得你閉著眼睛買 你就睡覺吧 就是危機入市了 對 你睡個半年 你睡個一年 你會發現哦 你的帳戶怎麼賺那麼多錢 老師 那只有睡美人辦得到好不好 一睡半年 那只有睡美人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還是回到00940啦 那00940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清明時節無神機 我只有講清明時節的時候 我會不會講說清明節過後 死定了完蛋了沒救了 那只是在這段期間的 申購人潮 欲斷魂 對 但沒關係 老師有說 借問機會何處有 標股搖指無人處 現在的00940是不是開始慢慢無人了 我現在問你 你再去買00940的成分股 大家已經慢慢都不太趕了 你很怕被燙到 你怕你吃豆腐吃不成 吃豆腐吃不成變成豆花 而且現在其實網路上很多人在問 你知道嗎 他說我申購了 我怎麼樣可以不要 我不要了 現在就是有新聞還跑出來說 那個申購的時候不小心 那個身份證字號寫錯 我好開心啊 沒有成功 沒申購到 對啊 你看連這種新聞都出來 就代表說 現在市場對於00940要上市 這件事情是恐慌的 對 那更何況是你買的成分股 因為很多成分股跌的蠻凶的 比如說什麼漢堂啊 今天神機又跌個7% 對 那你說這樣的狀況之下 大家會不害怕嗎 那我告訴各位 恐慌會蔓延出更多的恐慌 雖然說講的好像有點廢話 但是是真的 因為我很恐慌的時候 我會渲染出去 我停損了以後 會造成更多人的害怕 害怕之後你看 每一個人都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股價就更低 越低越多人越害怕 越害怕越想停損 因為沒有人想成為那最後的一根稻草 沒有人想最後跑 那現在是不是快要無人了 那快要無人是不是就有機會 其實我最近已經慢慢在跟大家提一些 我認為00940還有就大家真的 真的不要放棄希望 好不好你看一下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KD跟NACD的指標 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00919 我前幾年問大家00919下週的走勢 是漲跌盤整 為什麼特別拿00919出來講 00919的話他的成分股跟什麼 8成有跟00940是一樣的 8成 所以你看一下他這一段大跌之後呢 大跌之後你會發現 最近其實你會發現 對沒錯 像什麼漢堂那些還在跌 但是你看到00919他跌幅已經沒有那麼兇了 慢慢開始在止跌回穩 我昨天也跟大家講過了 這邊前波的低點你畫出來 KD指標在相對的最低點 確實他跌破了前滴 跌破前滴之後他是有立刻收回來 收上去前滴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就代表葛蘭必巴法的假跌破 哦所以那個支撐是扎實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支撐是扎實的 是有力道的 但是你看到很多盤面上的成分股 你看了還是覺得很害怕 你看升機繼續跌 漢堂還是收黑嘛 而且爆大量就代表很多人挺準 那他爆大量他沒有在破新低後 我認為這也是健康的哦 這就代表說有很多 買漢堂是想吃豆腐的 只是想說想賺一波 就是賺到明天我就覺得投信買 就會漲的人 他現在已經慢慢失去了信心了 因為剩下幾天可以買 不好意思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就只有一天了 就是明天了 明天買你看都買不起來 你已經沒信心了 你沒信心你出場所以今天爆大量 那爆大量還沒破前滴 我認為這是健康的籌碼洗盤 老師我問一個問題哦 台北股市基本上是雙方市場嘛 就是有買有賣才會成交嘛 那像 其實股市都是啦 好啦 那個像漢堂啊 他現在這樣子就是跌又爆大量 是不是代表有很多人恐慌 把他 倒出去了 但是也有很多接下來了 因為如果沒有人減的話 你說他的股價會不會更可怕 對 因為有人減 所以他沒有跌的這麼深 然後有大量 如果說你現在這個價格沒人減 他會怎麼樣 他會再跌更深 他會跌的更深 跌的更深到一個 大家覺得甜蜜的點位的時候 才開始有人進場去撿他 所以也就是說漢堂雖然繼續跌哦 但是你看這個點位其實已經有 大量的人覺得甜了 對再來還有群光的部分 群光也是一樣 KD到了相對低點 你發現 他有沒有跌破前滴 沒有 沒有跌破前滴 說不定這又是一個W底啊 KDD拿出來用了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說 你可以用我教大家的KD跟MACD去看一下 現在00940相關的00919嘛 你現在沒有940可以看 先看919 成分八成相同 對那你看完919之後 你再去觀察一下 00940的成分股有沒有開始止跌回穩 當然有些比如說像神機 我覺得是太多人去追了 追了以後他漲不上去就恐慌 一出來就造成大跌 那再來你看我最近問大家你會發現 我問大家的股票都是有目的性的 什麼目的就是跟大家講 你看像長榮我剛剛問的是什麼 00919 然後我後來又隔一天我又再問的是什麼 長榮 為什麼講 00940的第一大成分股 對沒錯你看我都一直在幫大家追蹤追蹤 00940的第一大成分股長榮的部分 哦 止跌回問我還覺得蠻漂亮的 我那天跟大家解析了 我說這個缺口卻是有壓力 我認為暫時性的在這邊震盪 機率會比較高 那既然是震盪打底你有什麼好怕的 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你投資股票就是要領先市場 你不要等到噴出再去買 你噴出 你噴出再去買的話坦白說啦 你追高你會很恐慌 就像現在 大家對於00940的感覺一樣 因為你是追高的你會很擔心說 哦我追了以後他下跌怎麼辦 那你開始懷疑自己 你開始懷疑市場 你開始懷疑投信會不會買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想要 把它砍掉 我這樣講沒錯吧 把它賣掉好了 那你看一下他開始在震盪打底了 也就是說長榮已經慢慢 完全就是打底完成了 你不要去追高 你買在區間震盪你慢慢買 這樣子投資起來不是比較快樂 比較安心嗎 所以老師有跟大家分享喔 想要成為百萬贏家 其實有第二個重點就是要分批重壓 分批為什麼分批重壓 就是在區間震盪的時候 分批重壓 除非 除非 你真的已經非常有把握 比如說他就是突破這個 我跟大家講的這個缺口 已經突破了 而且正式站穩了 你怎麼看都站穩 最好是有搭配基本面 因為比如說像今天的廣達為什麼大漲 今天廣達不就放出來消息 說他的營收將要慢慢的開出來了 而且他不是說他 大家都去搶那個輝達的最新的 GP200 就是輝達要 不是廣達 廣達要出貨了嘛 那大家就開始有信心了 今天就大漲了 對不對 如果能搭配一下長榮 運價大漲 你說這有沒有機會 有 而且長榮還有一個 我覺得蠻不錯的點 什麼 就是他們兄弟在戲牆 然後兄弟戲牆的話 就是哥哥也要買股票 然後弟弟也要買股票 對他們有四兄弟 都很有錢 然後都要買你知道嗎 那他們不能放棄長榮吧 他們前一陣子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前幾年他們在徵那個產權的時候 徵遺產的時候 就是哥哥買 然後弟弟買 然後這樣子互相買股票 就把長榮的股價往下推了 這也是要考慮的一點 所以投資股票沒有那麼單純的 不是說哦 投信準備要進場就會買 結果現在人家傳出來 哦 投信跟外資都是對敲的 不會影響到股價 哈哈哈哈 那你說情何以堪啊 所以投資股票並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哦 只有買跟賣 哦你覺得這個市場上 難道只有投信在買股票嗎 沒有啦 對沒有嘛 所以其實有一句話 老師你知道怎麼說嗎 怎麼說 就是說買股票賣股票超Easy 對不對 以前還要打電話 現在就不用直接用電腦 但我跟你講 買股票賣股票 很Easy 但是要賺錢很難 真的不容易 對 因為你很容易被洗掉 對好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相關成分股還有什麼 比如說像星象 哦就表現很強囉 開始強起來哦 你看起來KD很低了 有沒有 KD接近了20 但是他股價也沒有跌更低 有沒有跌破1000 沒有沒有沒有 前波低點是不是就在1000 又是一個W底 KDD再拿出來用哦 今天有沒有跳空向上 我認為這幾天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星象又再一次的轉強 再來連電也是轉強了 這邊我再說了吧 好那你看一下 這不就是完全印證我剛跟大家講的 標股搖子無人處 你要等到沒有人的時候 你再來進場買 我認為是最棒的時候 比如說 當大家都在追00940的成分股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的是重點 除了重點之外 還有那個高值利率的五天王 我那時候叫五棟桃 五棟桃了 本來是叫五天王 那個謝承諺他跟我講說 哎叫五棟桃不錯 哎我覺得哦 你果然常常貼黃標的很會想 梗王哦 梗王 好那我就想哇 那叫五棟桃也不錯 你看一下五棟桃 我幫大家挑的金頂 那時候也是一樣 KD到很低的時候 他股價有沒有跌破前提 股價沒有跌破前提 大概都在 都在250-260附近 有沒有 那這邊不就是一個W頂 那你那個時候 沒有跟著我們一起進場 去做操作的話 現在你只能看著他 一路不斷的向上墊高 這樣子 好像我在事後話了 沒有哎 我們真的 那一天跟大家講五棟桃的時候 那天只跟大家講 兩檔股票一檔叫做什麼 聯電一檔叫做金頂 金頂 我就說金頂快要突破了 我們金頂那天是沒有蓋牌的哦 對沒有蓋牌 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當然呢 你看一下這裡頭還有一些 你那天不是問說 有沒有殖利率8%的 有啊遠雄啊 你那時候如果買的話多低啊 你看我都幫大家 挑那種低低的 打底打很久的 你買起來就是 很安全對不對 然後就有底氣 那遠雄的話 8%的殖利率 再加上我那時候為什麼選遠雄 為什麼 因為聽說大巨蛋要賣給孤家 賣給孤家 然後聽說周杰倫也要賣 周杰倫 因為他也很有興趣 因為以後 其實我非常看好大巨蛋 在自己家開演唱會 對啊 幾萬人 對啊 現在小巨蛋只有容納1萬人 我每次搶票都搶不到 這次這星期六 大家千萬不要再跟我講 搶那個張學友 應該沒有人給你搶吧 真的嗎 又不是IU 真的嗎 又不是IU 我買的包票我請大家吃飯 好不好 所有人嗎 在場的各位 可是老師我覺得有難度 因為你一買要買4張 我買2張而已 帶太太去看 對 2張我告訴大家 我認為是買不到 我已經找代購了 代購也跟我講說 要加3000塊 他不是黃牛 他說他是代購 這有差嗎 所以我問一下 張學友的演唱會 他也是只開放網路購票嗎 對啊 他加了3000塊 他那代購也跟我講說 哦不見得買得到 那如果買不到的話 3000塊會退給你嗎 3000塊退給我 那還好啦 但是有風險 什麼風險 他要先跟我收票錢 一張票5800 兩張票 就要1萬多塊 要先給他 會不會 我想要 那他會不會就人間蒸發呢 這就是我要講的 有那個 大家在投資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啊 有很多詐騙了 你要他幫你賺錢 他卻是要你的本金 常常還跟你講說 每個月配息配多少 我告訴你啊 剛開始配幾次給你啦 然後後面呢 就帶著你的本金 拜拜 所以投資有風險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還在找我們這種合法的 沒錯 真的 合法合規 對合法合規 就不會把你的本 我們沒有要把你本金吃掉 我們真的想要幫你獲利 長期 我們就是互相就是說 雙贏嘛 對不對 你賺錢我們賺錢 很多的朋友 在我們的Lighter下方留言 或者是透過 YT頻道 甚至透過我們的小老鼠GD 1788跟GD老師互動 他說 我真的參加過很多的投股老師 但是我沒有經驗這麼好的 對 好 那其實你看一下 當大家在教00940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 要買就買正宗一點的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神達 那我要再強調的是 什麼叫做有底氣 嗯 神達今天下跌了對不對 對 跌很兇對不對 是 幾% 7%吧 5% 5.7% 好 那你看我們佈局的點位是在 41.85 50張到今天還是賺51.4萬 這就是有底氣 其實我昨天就會叫他出 今天啦 今天我就會叫他出 因為今天 今天開高走低的話 我覺得先出一張 畢竟掙太久了 好不好 那我只是說 如果一付 他沒有出的話 照樣是賺51.4萬 這就是我講的有底氣嘛 對不對 你不要老是去追高 坦白說啊 一檔股票 他就算好啦 就像你現在的鴻海啦 鴻海你現在還要不要去追 不要啦 對啊 鴻海確實他現在很飆 但是你怎麼知道他會不會 啊鴻海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鴻海的縣圖 鴻海的話 鴻海 鴻海的話 對確實現在漲到155 那你怎麼能保證說他漲到哪裡去 那除非你現在要操作 除非你就是要嚴格控制停損 如果你沒有辦法控制停損的話 我認為你不要去做他 他萬一他在漲現在已經漲到150 從100出頭漲到155 今天漲了快5成了 沒錯 那假設他漲到170之後 大幅度的下修 回到了140 你去追 你賺那一點點銀頭小利 然後呢 一賠就賠很多 而且在他上去的這過程當中 你要想你的心理 心理素質夠不夠強喔 因為他雖然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漲了快要5成喔 你看他這樣一路漲上去 可是當他到了他這樣一個 16年新高之後 他應該會開始震盪 那在這個洗刷刷的過程當中 你受得了嗎 而且越多人買的時候 在他修正的時候 通常會出現非常可怕的跌停 對 為什麼 就比如說像今天的華城 這幾天的華城啊 重電股啊 因為大家都在追嘛 你知道昨天的華城啊 是台北股市唯一一檔跌停 對啊 所以我就跟大家強調 你要買就是要買有底氣的 對不對 你看我們跟大家講 正宗的這一檔00940 3月26號跟他講 你看收盤價 上面震盪 台股在大跌他完全不受影響 3月27號昨天嘛 收盤價 昨天的收盤價就是前天 大前天了 3月27號大前天 你看他還是維持在高檔震盪 完全不跌 那基本面你看 第四季表現的多麼的漂亮 多麼的亮眼 所以這種股票逢低買不是很安心嗎 逢低分批買喔 逢批分批慢慢買 買出來 他一直震盪你就一直買 一直震盪你就一直買 買完之後 他噴出去你也變重壓了 你重壓之後你會發現哇 噴出去是大賺欸 對不對 然後就會突然發覺 哎呦我是百萬贏家了 對沒錯 好那 再來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信賴之旅啊 是 因為現在520塊到了 你要 投資股票你要看前面一點點 但你也不能看太遠了 你現在總不能再看過年 有什麼東西要做嗎 對不對 你看得太遠的話 你太提早布局的話 我覺得有點浪費資金的效益啊 這個信賴之旅我有話說了 為什麼 你看喔 我們不講 呃其他的好了 我們講這兩天漲停又創高 8033雷虎 雷虎 好我們阿德有去喔 阿德 阿德有去喔 是喔 對啊阿德有去喔 好然後2382廣達對不對 今天也是創下了7個月新高 阿德也有去喔 哦 對啊 對喔 信賴之旅這個阿德都有去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對我們的 未來總統 這麼不尊敬的稱呼呢 那不然叫我給你選嘛 小賴 大清 阿德 你選一個 你選哪個比較 小賴 大清 阿德 大清 可以叫中芬嗎 又不是頭髮 又不是頭髮 那個中芬的 喔這樣更不近 這樣更不近 不行不行不行 欸他那個是什麼 那個以前的那個偶像頭 就是像中芬 然後這樣有沒有 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要往前看 那比較往前看的話就是 520 現在他有政策做多 你總不能上台之後 喔那崩盤 不可能嘛 那他看好哪些產業 就是現在市場想要下一波去帶動的產業 因為他也會追流行啊 對你看一下 市場去看雷虎 他去看雷虎 那雷虎就噴了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你看廣達是不是也噴 同志朋友 大家各位好朋友 其實這一張 為什麼同志朋友出來了 投資朋友 各位投資朋友 各位投資的好朋友 投資的好朋友 對你看一下 這廣達其實我不是今天寫的 這是昨天我就開始寫 而且你會發現 為什麼特別寫廣達 而且我不是第一天想要注意他了 你會發現啊 我最近問大家的問題啊 都是有目的性的股票 是 技嘉 對 我前幾天問大家技嘉 那那天我應該不在喔 應該就是昨天 哈哈哈哈 昨天問大家技嘉 為什麼我昨天特別問大家技嘉 因為我晚上在找股票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看好AI的 我常常不定期就是直接一直跟大家分享 AI要注意 可是 就像我講的 標股咬指無人處 現在在跟你講AI39廣達技嘉偽創 沒有人想聽的 但AI真的是一個大趨勢 這是不可以否認的 這是不可以否認的 真的 他這樣昨天我去上福利車 他都可以幫忙編割啊 對啊 對啊 很方便啊 好 所以呢我昨天問的是技嘉 那技嘉的部分你看一下 KT指標 已經落底了 哇再低喔 再相對低點 有沒有再破低 沒有 但是前一波有一個壓力在325 因為正常來講喔 股票他的那個技術型態來講 跌破前低之後 前低本來是支撐 他就會變成壓力 支壓互換 所以呢在325附近呢 他就變成了一個新的壓力 好但是呢 他跌破壓力之後你會發現 KT指標已經落底他 已經好幾天沒有跌破300 而且300塊又是一個 蠻重要的整數關卡 好整數關卡沒有跌破的話 就代表說300塊確實是 蠻明顯的支撐 蠻明顯的支撐的話 我認為短線上來講 應該是300到325之間 區間震盪打底 當然呢 如果說呢未來幾天 大家可以看到 廣達嘛 廣達如果能持續再創新高的話 就有可能去拉著什麼 技嘉瞬間突破325這個支撐 因為他們都是伺服器族群的 對會有比價效應會拉上去 對那當然你看一下 偽創是不是也收紅了 偽創好久沒破底了喔 你看一下偽創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三燈獎 好沒有沒有不是五燈獎 不要等到五燈獎啊 拜託你不要等到五燈獎 等到五個底的時候 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你不要想說 老師三個底我還不確認 我想要等五個底的時候 再確認比較保險吧 等五個底 大家都等到天荒地老 大家都睡著了 不會啦 等五個底太誇張了 好所以你看一下 我是有目的性的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這個產業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技嘉廣達偽創不是一配的嗎 是 對不對 所以今天廣達漲起來 這幾天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股票有沒有機會持續向上漲 比如說像微影 今天一次破底 一度是破底喔 大家很擔心 結果就拉起來收了非常長的一個下影線 所以老師現在的股票啊 會不會其實就像微影一樣 他會利用這樣的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然後要把那些不安靜的籌碼把它洗掉 好 那這樣因為時間跟關係 因為我們每天 時間真的講太久了 很多投資朋友受不了 如果說你對這四檔有興趣 你想要了解他的KD指標 MACD 你是怎麼看的 你在下面留言 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我會親自跟你回覆好不好 廣達 偽創 偽影 技嘉 對沒錯 你就是用這四檔 你也是順便自己練習一下 KD MACD 你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你分享你的看法之後 我會留言給你看一下 你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互相交流 我們互相交流一下 我相信你的技術分析會更強 那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要請所有的好朋友 現在趕快加入GDN老師的Light 8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這是一個免費的粉絲團 那麼加入之後 你幫我輸入520 你幫我輸入520 幹嘛呢 拿到我們GD信賴之旅 信賴之旅 我們的信賴之旅 老師有幫大家整理出來 我這次還送大家KD指標的教學 對 因為就是過年的時候 我送給大家 我知道還有很多人沒看 可是好多朋友想要學 你知道他說好有用 我常常常常就是 給了很多資料 老師給了5、6檔、10檔 我不知道怎麼看 那你也學一下KD指標吧 教護起來配合用 你配合起來 也許你的勝率 不是也許 你的勝率就會大幅的提高 不用也許 所以加入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這個是基鼎老師的免費粉絲團 幫我輸入520 就能夠擁有我們信賴之旅 5大產業 建議老師幫大家精挑細選的政策做多股 同時還要讓你免費 再來學我們的KD指標 沒錯 好那當然我覺得投資要賺大錢 要賺百萬 甚至是千萬 最重要是領先市場提前布局 要有底氣 對要有底氣 你不要等到大家都在追雷虎 不過大家雷虎漲起來的時候 就是漲停盤根本就買不到 你就只能看看看看看看而已 你一定要在震盪在區間的時候 提前進場 比如說像我們的機器人概念股 我們的上映 區間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而且我沒有講別檔 就是這一檔對不對 講完之後呢 他打開來就是上映 上映打開完之後你看漲停 震盪一下又再一根漲停 那這一根黑棒你根本就不用怕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追在漲停板 你就不用怕 但是你是追在漲停板 你的分析師 帶你去追在漲停板 那就有點危險 你會很擔心很害怕 會不會跌下來的時候 哎 你又自己停損 停損掉結果白輸了 他又上去了 白輸了白粗了 白白的粗掉了 有沒有 好了 所以你看兩根漲停 今天還是在創新高嘛對不對 好那再來呢 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沒有講 我們還做期貨嘛 我們是做期貨的 因為期貨槓桿比較大 他可以獲利在94%左右 那另外呢我認為 那個 中電股嘛 就是缺電股啊 比如說華城 我就跟大家講追高不可取啊 追高不要啦 你看你追了你為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這邊漲 這邊漲到這邊 他從500塊已經漲到700塊了 你為了貪圖從700塊到800塊 這個小小的獲利 結果一不小心你沒出道 他一跌 又給你跌破你的成本 那你得不償失啊 本來想賺錢 第一天剛進去 哇有賺錢好開心 結果沒兩天落塞 對不對 好所以像四電的部分也是一樣啊 他漲上去之後 你為了貪圖一點點的小小的獲利 追高之後 突破了300塊 他第一天好開心就隔兩天 又跌回來300 所以你看他的其實上漲空間都很小 但是風險好大哦 對啊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是不追高 比如說你看 我就是浩角翔起 我震盪震盪的時候區間買進 有沒有 浩角翔起是哪一檔 雅翔嘛 雅翔的部分你看持續不斷創新高 有沒有 創新高之後我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他是在區間震盪的時候 我們布局 布局了以後呢 漲起來呢就震盪震盪要不要怕 坦白說我這幾天都沒有在加碼 然後又漲上去了 對 好你看一下 雅翔要買全壓 夠力了吧 雅翔要買全壓 為什麼我那時候叫他要買全壓 因為他底部 有部位了 他底部有部位以後 我在最後要突破的那個時刻 再給他加碼 跟他講說你全壓吧 好再來呢 這邊3月14號我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 團隊成員 他加入我們了 對 他加入我們之後你看一下啊 我恭喜他雅翔 漲停 而且光是雅翔就賺了42萬 光是雅翔就賺了42萬 對不對 那雅翔獲利續爆之外 我有沒有叫他再買雅翔 沒有 我沒有啊 我就說我叫他去買什麼 隱藏版的漲電價概念股 就是這個 黃框框 粉紅黃框框 紫框框 好紫框框 你看一下他本來股票這麼多 這麼多 現在呢 你看一下現在是不是只剩下 1 2 3 4 我幫他佈局的就是一檔雅翔跟這個 馬賽克就是我們的紫框框 其他都是他帶來的股票 對不對 其他剛大家可以去看啊 他帶來的股票都是這樣的啊 你看為什麼那麼多人來找我 哦我真的我團隊成員 真的每天看好多股票 你看你一個人帶20檔來就好了 我們 幾百個會員 每一個人你去乘航20就好 假設100就好了 假設100就好了啦 100 你打一個人20檔 就要2000檔在那邊看 而且每一檔股票 他要觀察的都不一樣耶 對啊 然後每一個人的競價成本 又都不一樣耶 所以我們也要去思考 欸有的時候還要 思考到我們團隊成員他的心情 心理素質 然後他的心情 我們最近碰到有一些狀況就是 團隊成員過去狀況真的非常不好 他現在呢 你請他買一檔股票 他只要有一趴的波動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想要出場了 真的是一招被蛇咬 真的輸的很怕很怕很怕了 那這時候我就要做另外一種方法了 心理醫生 對那我除了要跟他溝通之外呢 我要以就是穩賺 不要說穩賺 最會賺錢勝率最高的股票 來給他 而不是賺最多 不是賺最多的股票要先給他 因為我們總是有方法 因為有些股票是可以賺錢 但是賺的不多的 勝率大的 那有些股票 欸他就是你要跟他拼金銷 的那種股票是不一樣的股票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 他那種狀況的話 我就必須要先讓他 給他勝率最高的股票 幫他先讓他安定心情 對而不是去找那種最會標的股票 好所以你看這個來了以後 我們就是兩張嘛 兩頁嘛 你看一下是不是兩頁嘛對不對 技嘉你剛剛看到有技嘉嘛 是不是本來就有嘛 然後長榮也有啊 對長榮也有嘛對不對 那你看 那我後來幫他佈局的不一樣的 就是雅翔嘛 還有這一檔 這一檔呢是哪一檔 這一檔就是3月25號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叫桃色 紫色 紫色框框 就是剛剛講的 可是你真的確定 你除了老花之外沒有色盲嗎 我覺得開始慢慢也有 因為盯一目盯真的太久了 好但是你看老師的重點是什麼 雅翔不追高 我們逢低進場買新的票 這個圖我貼給大家 貼很久了 你應該都有看過吧 哲宇 你看雅翔 我就叫他續報 啊我要買就買這個 對不對 要買就買這個進場 我說這個粉紅 馬賽克框框 再買8張你可以先買5張 這一檔就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雅翔獲利續報是同一個人 雅翔獲利續報 我們買隱藏版的漲電架股 你看隱藏版的漲電架股 你看隱藏版的漲電架股呢 我有沒有講別檔 最近沒講別檔 這一檔就是要噴 你看他已經壓縮末端了啊 我說他隨時都要噴出了 對啊 你不跟上真的來不及了 你看昨天他說紅了嘛 今天跳上去了 對 他今天跳上去了 老師他這樣算噴出了嗎 他就是準備要噴出了 準備要噴了齁 對他就是準備要噴出 他已經突破了啊 我覺得這幾天都會再創新高 那你先來找我的話 我不會再叫你買這一檔了 哦 對啊因為已經漲起來了 噴出爆老 噴出爆老嘛 我們有時候噴出去追高啊 老師那重點重點重點 重點是什麼 這一檔不能買 那你下一檔準備好了嗎 下一檔 最近被動元件好久沒漲了 是啊 國際有在漲起來了喔 那所以呢我有找到一檔 高配息的電子零組件 的一檔股票 也是一樣震盪大跌很久了喔 對 你看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三個底 三個底都打出來 這邊區間不就是讓大家 進場佈局的好機會嗎 而且老師他這樣有沒有算 一底比一底高的感覺 有 有慢慢在墊高 所以這檔股票就是我們現在 準備要進場的股票 因為他隱含殖利率竟然有14% 很高耶 所以再一次我們就是繼續的分批重壓 你持續的你早點來跟我們一起佈局 你可以買的更多 買的更多噴出去之後你就會 賺的更多 然後賺的更多 對 所以你看我們就是用這三個步驟 選對股票 分批重壓 噴出暴牢 創造了這麼多的百萬贏家 還有千萬贏家喔 百萬贏家千萬贏家都有 然後呢你看 Amex也是有百萬贏家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百萬贏家計劃是真的可行的 如果你想要跟上我們的百萬贏家計劃的話 趕快跟我們聯絡 我們昨天的專案 謝謝大家 謝謝德瑜的千層蛋糕 希望大家越賺越多 結束了 但是你想要賺錢 還是跟上我們的腳步 你會比較安心 好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這是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您現在就可以立刻撥打 當然也邀請您囉 可以加入基鼎老師的這個免費粉絲團 ID是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邀請您跟著基鼎老師 我們一起 有底氣 選對股票 分批重壓 噴出暴牢 成為百萬贏家 甚至是千萬贏家 邀請您 一起來囉 我吃那麼多甜食 我會不會胖啊 不會 大家猜猜我會不會胖啊 掰掰 掰掰 請您加我的LINE AT